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Hob 黑神王悟空熱潮非常之禁勁 上個星期就跟你看完花生 不如今個星期又帶大家看看遊戲推出後不同的後續 然後再帶大家看看世界各地不同遊戲界相關的有趣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你看看過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黑神王悟空在世界各地都引起話題 哪怕就是之前好多人都說 大部份玩家都是華人 但遊戲推出了個幾星期 數字就告訴大家其實都不止華語地區 在世界各地不少知名直播主都點名讚這部遊戲作品 最後有一次我見到消息指這部遊戲已經賣出超過1400萬隻 而且這個只是計單純電腦版的數字 如果加上PS5版本的話就更加誇張了 遊戲帶賣亦都連同周邊行業有正面影響 除了因為新聞或熱潮 令到一眾本身不是好打機的朋友留意之外 熱潮亦都令到PC及主機市場有一定影響 傳說中國境內PS主機亦都因為這樣而再次有炒價 香港桑尼方面亦都有下季優惠 不過今次就不特別推介 遊戲在香港、台灣亦都有不少網民有意見 說遊戲是中國東西又是抄 同樣地亦都有一班網民高官走出來就說 為何人家做到你做不到呀?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出都印證了當事人不清楚市場上發生的事 但亦都有一位來自台灣網民 答出了一個令到大家都無法反駁的答案 那個網民就說 其實以前的台灣單機RPG 說是華語市場第一大家都不會有反對意見 但因為一眾高官、長輩又或者講白點就是老屁股 經常都走出來就說 打機有用嗎?好心你讀好些書吧 做遊戲又怎會賺到錢呀?不如正正經經找份工作吧 好了現在去到其他地方有成績 當老鬼又走出來說三到四 開發一部遊戲又好、創作又好 亦都需要很長時間去培訓人才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都有一班人一直在努力 在近年我都聽到很多不同的開發朋友說 他們說單靠香港真是很難生存 所以才會聯同不同地方的創作者一起努力 亦都有些團隊就是聯合兩岸三地的創作者 一起做出一部作品 現在畫面上幾部作品 都是一些之前有找過幫手想找到宣傳的網路開發者的作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找及支持下 說完生產力問題 不如我們看看中國人怎樣做生意 怎樣吃著條水上 遊戲中的風景有很多人都讚 而當中亦都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明星 例如山西的雲剛石窟、玄空紫等等 早幾天中國的旅行團 已經組成了很多不同全新的旅遊路線 但大家去看看寺廟 中國官方亦都表示 單單是在上星期 當地的旅行團及相關的收入 已經上升了236% 而香港方面亦都有旅行社有類似的行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都可以留一個星期上去收心養性 不過三、四十度來說就不要搞我了 遊戲中除了地圖風景之外 令到外國網民印象深刻的文化 都會有人數第二張的母頭僧人 以防有人未玩又罵我劇頭 角色背景我就不說太多了 但當中的曲藝方面 其實就是傳統閃西說書人的表演手法 而三弦琴加上搭板 去做出一個獨特的曲風 當然今次的編曲方面亦都加入了一些現代編曲元素 這個獨特的表演方法不知你喜不喜歡 但網路上就引起了很多歐美地區玩家的討論 在很多不同的平台上 相關的影片已經高達幾十萬甚至100萬views 所以亦都有不少玩家覺得今次遊戲除了一部作品之外 亦都是一個文化輸出的方法 外國亦都有些玩家開始期待AAA作品 甚至乎將中國廠和韓國廠看齊 亦都有玩家表示因為這遊戲 而期待接下來推出的另一部中國製 AAA動作遊戲影之印零 順帶一提影之印零的美術團隊其實是香港團隊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或者期待一下它的推出日期 提到開發遊戲 其實大家都會有著各自的喜好和美感 但有時一些開發團隊對自己的作品真的有太過獨到的見解 又或者是太過獨到的自信 例如就是Concord 之前我都有試過它的Beta版本 老實說一隻全新的英雄類射擊遊戲 先不說市場上還需不需要這類遊戲 遊戲作品 是的 它在玩法上都有很多新的嘗試 但大家都知道 吸引一個玩家打機 要是故事好正 要是人切好吸引 令到你有很高的投入度 但如果一隻英雄類遊戲兩樣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就看看Concord 它推出了第一天 在Steam 上最高的同時在線人數 是不過700人 不夠700人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大約是一隻香港、獨立、中小型以前的Online Game 又或者是一隻新發售的手機遊戲 有少少拿了幾萬元宣傳 差不多的水平 又或者是打風我直播的人數 在於一隻全球性推出 多平台的遊戲來說 簡直就是災難的數字 又剛好遊戲的其中一個前開發員工 兼第一人稱動畫師Sanda Farwell 他就在X 上說非常自豪 看到這遊戲推出 更加就說這遊戲是他第一隻有份參與的AAA遊戲作品 有網民見到就回覆他 就說 真是不好意思啦 這是你第一隻遊戲 不過我們都看到你的努力 只不過是遊戲推出 又或者是一隻類型 不是太對 但是Sanda 見到就串回他了 我就不在乎你們說些甚麼 因為這遊戲真的有很多有才華的人一起開發 再者我們為何要在意你們這些沒有才華的怪人批評我們的自豪作品 他這個回覆當然是引來很多玩家不滿 哪怕同一時間Sony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大工作室一起落力推廣這遊戲 似乎反應都不是太理想 Conquer開發時間長達8年 亦都有人計算回頭就表示這遊戲的開發時間點有機會就是配合到當年鬥陣特工推出 但遊戲出來的成色就未如理想 不知道這間工作室有沒有下次機會呢 不過不要緊啦 最緊要是別人自豪 還有我們這些無才華的怪人 都是不要說那麼多事 我都是收爹 有時候在網上發現 當然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但萬一你言論的影響力太大 那就可能要吃女士生了 我講的就是中國一位rapper 因為一首歌 而被戀語心空的製作公司出信 自己的源頭就被人插走了 大約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位中國rapper 就叫做派克特 他的朋友賴曼就是一個戀語心空的玩家 同樣地都是一個artist 都非常投入遊戲 甚至乎公開場合會叫角色做老公 但這件事就觸及了月女太太們其中一個共同的法則 中國的月女們就私底下會稱副角色做老公 但始終在公開場合不想令月女群體受到其他人的有色眼鏡 所以公開場合大家都會比較低調一點 但賴曼身份就非常之尷尬 所以就引來很多不同月女玩家的評擊 身為朋友的派克特就因為這樣寫了一首歌 去dis 月女遊戲、月女文化及太太們的行為 歌詞入面不但評擊月女遊戲對未成年玩家造成的心理毒害 還有大量的文後語、MV 方面亦用了暖語心空的畫面 而這個幫朋友出頭或對文化的評擊 雖然在rapper 之間是很流行 但在大眾文化之間或商業角度來說 就不多不少都有些問題 所以暖語心空的開發公司碟子 亦因此出了一封律師信給有關的歌手 亦在微博表示那首歌不但侵權 更加沒有了遊戲、沒有了角色、沒有了玩家 並且在微博上亦提到有些甚麼在法庭見 律師信一出 之前公開攻擊月女遊戲的歌曲就在微博上不見了 有關歌手亦查了有關的評論 本身歌手亦出了另一段沒有遊戲畫面的新MV 但最後應該是頭盔問題都查了 其實有這樣講啦 不同的摘圈都會有著他們的規矩 不是你一些名氣就可以橫行 最後這段新聞其實都只是傳聞 但都足夠令到有玩頭兩集的玩家非常興奮 我們經常都說花費不懂數字 遊戲永遠沒有第三集 但最近幾年一直都有消息的Half-Life 今次就被爆出將會是一個半開放的遊戲世界 會有住天氣、日與夜系統 更加會有AI NPC 不過講到尾,何時出呢? 到底他出先還是古拉米加落船先呢? 大家再等一等 今集的GameHUB就來到這裏 今次是一路以來支持的每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支持才令到我更多資源發展我的節目 如果這裏中藥節目的話就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5元起 未來一兩個星期我可能會暫時停一停片 因為牙齒有問題 我需要整牙大長征 祝福我了 如果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話 請在新聞島去PM我 我是軒子哥 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見啦 拜拜 會不會 這堂沒有採用